亦 燃燼 我是星光實業紅A的 《月日報》中的銀行銀行同事 我叫Kathy 我要找書 Elizabeth 但其實關於 而實踐出來的東西 我聽網民說 很多都是說70年代他們回小學的時候 差不多過半數的學生都有用 去到80年代初 我問一些老師傅 最後應該是84、85年左右 就沒有再生產了 Kathy和同事留意到很多網民 對這個書劫情有獨鍾 經常在公司的社交平台上留言 碼口掛著這個書劫 令他們萌生重退這件產品的想法 書劫這件事 就跟我們現在開始公司的方向 做的方向有少少不同 譬如我們現在做的事是家品多 飲食行業的工業用具比較多 是冤了老闆很久 因為老闆都會覺得 我現在做家品 在做工業勇氣 完全不拉家 我只是出一件這樣的東西 有沒有人要 於是他們靈機一觸 想到把書劫放在眾籌平台上 由市場反映決定這件產品 是否值得重生 一開始是不接受的 老闆都覺得 我這間公司 70年老子好 眾籌 你要我籌錢 其實公司不需要籌錢 眾籌只不過是它的名字 但我們現在正在賣書劫這個概念 即不只是懷舊 不只是拿來儲 這個概念 是我們將一件以前用到的東西 現在都用到 由九月初發起眾籌到現在 這項計劃已經獲得三百多人支持 籌得超過四十萬 年五十萬的目標並不遠 這個項計劃 都是我們整隊人的自化 想出來的項計劃 但說回模具和成本 各樣東西 就真的非常昂貴 和外界所想的 真的是餐天共地 即是我們現在說 書劫的帽子 建一個帽子要七十萬 告訴人們 我們有一個概念 是要再重造 一個書劫 而不是要大眾 去掌握我們所有的成本 至於Kathy這位打工仔 為何這麼有心自發 為公司大解眾籌項目呢 其實香港老字號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真是一件很棒的事 來到這間公司 整間公司都是香港製造 原來我可以在家裡 吃飯的碗 喝水一隻杯 抽獅子桶 都是紅A的 可以做到一個香港製造的東西 出到來成本 和所有的東西加起來 是不容易的 但是還可以站到七十年那麼久 所以其實它發展的空間 還有很多 做到一個香港製造的環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